欢迎回来下面我们继续学习 以供允价值计量为基础的快速处理 那么在上一讲我们主要讲解的是 单向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就是关于供允价值计量下单向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那么我们今天继续学习供允价值计量 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是难度稍微大一些 就是涉及到多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快速处理 那么针对涉及多项资产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那么相关的商务处理和我们前面所讲的 单向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原理差不多 首先第一步我们先识别 它是不是一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这是第一步 那如果是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 那么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判断 那道理是以供允价值计量为基础 还是以账允价值计量为基础 所以还需要判断 也就是说它是否符合 以供允价值计量两个条件 那这两个条件其中有一个考试的时候 可能会存在一个识别的问题 那就是我们讲的关于商业实质 因为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关于商业实质 那第二就是换入资产后 换出资产供允价值能够可换的计量 但供允价值是否能够可换计量 资产里面会明确的告诉你 但商业实质呢 也需要进行判断说明 这是我们讲的关于第二步 那第三步呢 就是要计算一些关键指标 当然这个关键指标呢 包括了 就是要求来计算了 换入资产成本 当然还有一个考点 就是要求来计算了 交换随意 所以总共呢 一般是分为了这个三步 但是因为涉及到呢 这个多项资产 所以这个非混资产交换的处理呢 计算上可能更为的复杂一些 所以我们在掌握的方法上呢 先把它的框架呢 原理性的掌握了 那剩下的实际上就是计算的问题 就涉及到一个计算的准确性问题 那这里面呢 是要分别不同情况 所以考点呢 还是和我们在算计课词学题一样 考点也是两个考点 第一个呢 就是要求来计算呢 换入资产成本是多少 那么第二考点呢 就是要求来计算 因为该项的非货品资产交换 应当确认的这个交换损益呢 是多少 这里面分别不同情况的 来进行计算 我们先说一下呢 第一种情况 那么针对呢 第一种情形 那就说换出资产和换入资产的供应价值 均能够的可靠的基点 而且没有证据表明 换入资产供应价值更加可靠 所以我们优先考虑的是 以换出资产供应价值为基础 来计算的换入资产成本 来计算的这块损益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种情形 那么在第一种情形下 所以到东向资产的非货品资产交换 那么在计算的换入资产成本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到它的基本的步骤 那就说第一步呢 我们是先计算了换入资产总成本 换入资产总成本 算是按照我们这种情形下的 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值为基础来先计算的 所以呢换入资产总成本呢 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值 加上呢 这个如果是支付不佳了 那就加上支付不佳供应价值 如果收到不佳就减去的 收到不佳的供应价值 就是第一步 我们先计算了换入资产的总成本 那么第二步呢 我们就需要呢计算这个分摊比例的 因为我们需要把这个换入资产的总成本 就是换入资产总成本 要分摊至换入的各项资产中 所以我们先计算了一个分摊比例 那么这个分摊比例呢 因为换入资产的供应价值呢 它是能够可靠计量的 所以呢 我们是按照呢 换入资产的供应价值的相对比例呢 来计算这个分摊比例 当然在计算分摊比例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它是不包括换入的金融资产的 那就说分子非母呢 它是不包括了换入的金融资产 因为金融资产它的处处计量呢 实际上是需要按照呢 第23号准则的规定 不是按照我们今天所讲的第7号准则的规定 所以呢我们这换入资产里面可能是有一些 交易性这会有一些呢 是用了第22号准则的金融资产 这个呢是不参与计算的 所以呢是按照呢 公允价值的相对比例 来计算了这个分摊比例 那分摊比例计算完之后呢 我们再计算了某项的换入资产的成本 我们就根据呢换入资产的总成本 当然这个换入资产总成本一定要注意呢 我们肯定知道扣掉什么 换入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 然后再乘以呢分摊比例 那如果有相关税费呢 再加上呢应支付的与换入干项资产相关税费呢 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换入资产的成本的计算 一定要注意呢 它的这个整体的负责 那么关于交换损益呢 相当来说就比较简单一些了 我们就直接根据呢 各项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值 然后减去呢 各项换出资产的照片价值 所以呢我们在计算 换入资产成本的时候呢 依然是根据呢 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值为基础 来进计算的 交换损益呢 也是以换出资产供应价值的基础 来进计算的 那这里面呢 我们还需要呢提示一下 那么针对换入的金融资产 那么它的确认和计量呢 实际上我们是按照的 第22号政策的规定 并非是按照我们今天所讲 第7号政策的规定 来进行计量的 所以像刚才呢 我们在讲述分担比例的时候 在计算换入资产成本的时候 都不包括了换入的金融资产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说一下第二种情形 那么针对的第二种情形 换出资产供应价值 能够很高计量 但是呢换入资产的 供应价值不能够很高计量 当然现在我们讲的 依然还是呢 以供应价值 以供应价值计量 为基础的跨境的处理 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还是有两个考点 第一个呢就是 换入资产成本的计算 还有呢交换索应计算 那么在第二种情形之下 来计算呢 各项换入资产的成本 首先第一步呢 依然还是要计算的 换入资产的总成本 当计算的时候呢 这一步和我们刚才讲 上一步是完全一样的 也是以换出资产供应价值 为基础来进行计算的 然后加上呢 资产股价的供应价值 或者减去呢 收到的股价供应价值 那唯一的区别是什么 那这里边的 一定要注意呢 它唯一的区别就是 在计算分摊比例的时候 我们是按照什么 账面价值的相对比例 来计算这个分摊比例 而并非呢 是按照供应价值的相对比例 来计算分摊比例 这一点呢 是和我们刚才讲第一种情形 是完全呢 就是它们 这个具有呢 本质区别的地方 第一种情形呢 在计算分摊比例的时候 我们是按照 换入资产的供应价值的 相对比例 来计算分摊比例 那么第二种情形呢 因为换入资产的供应价值 它是不能够可靠这两个 所以我们是按照了 换入资产的账面价值的 相对比例 来计算分摊比例 那么计算完之后呢 我们再计算 换入的各项资产的成本 当然在计算呢 这个换入资产成本的时候 还是不包括什么 那么还是不包括了 我们所讲的金融资产 因为金融资产它的确认计量 是追求的 第二十二号政策的规定 所以呢 我们在计算其中的 某一项资产的换入成本的时候 是根据呢 或者换入资产的总成本 然后减弃呢 换入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 那么计算完之后 然后再诚意呢 该项资产的分摊比例 如果涉及到相关税费呢 再加上呢 应支付的 与换入该项资产的 直接相关税费呢 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呢 换入资产成本的计算 意料之后呢 它的分摊比例呢 不是按照的供应价值 是按照的 账面价值的相对比例 那么针对第二种情形下的 交换所应的计算 和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种情形 是完全一致的 还是根据 还是以这个换出资产供应价值 为基础来计算的 交换的损益 那就各项的换出资产供应价值 减缺的各项换出资产商品价值 好 下面呢 我们再看一下第三种情形 那么刚才呢 我们讲的是第一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 都是以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值 为基础来计算的 那么针对呢 第三种情形 换出资产供应价值 换入资产的供应价值 均能够可抗的计量 但是呢 有确凿的证据表明 换入资产的供应价值 更加可靠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在计算呢 换入资产成本 或者交换损益的时候 我们都是呢 按照的 都是以换入资产的供应价值 为基础呢 来进行呢 相应的计算的 所以呢 对于第三种情形 在计算换入资产成本 或者交换损益 一定要注意 是以换入资产的供应价值 为基础 来进行计算确定 我们先说一下呢 关于考点一 就是换入资产的成本的计算 那么这个计算呢 在第三种情况下呢 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那就是等于呢 各项换入资产的供应价值 然后加上呢 应支付的 与换入资产的相关的税费 但是工作总量呢 是不编的 就是你换入资产成本 这个变得简单的 交换损益变得复杂了 你像刚才我们讲 第一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 它的难点是 换入资产成本的计算 交换损益很简单 当然针对第三种情况呢 换入资产成本计算很简单 实际上这个等号的预备 都是理直条件 那难点呢 难点是交换损益的计算 好 下面呢 我们再说一下第三种情形下 如何来计算呢 交换损益 那还是要分步骤了 第一步呢 我们是要先计算呢 分摊至 各项呢 换出资产的金额 那就根据呢 换入资产 供应价值总额 然后包括呢 换入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 我们先计算 整个的换入资产的供应价值总额 然后我们再减去呢 支付补价的供应价值 加上呢 收到补价的供应价值 然后减去呢 换出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 计算完之后呢 我们再诚意呢 各项换出资产 扣出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 一个相对比例 先把这个所得 给它计算制呢 换出的资产的金额中去 那我一共有多少所 一共得到了哪写 比如说换入资产的供应价值总额 比如说我收到补价的供应价值 当然我肯定要减去呢 我换出金融资产供应价值 然后再诚意呢 各项换出资产 扣出金融资产 产部分的供应价值的一个相对比例 所以呢 也就是说先把所得分摊至 各项换出资产 然后分摊完之后呢 再根据分摊至各项换出资产的金额 减去呢 减去其相对应的 就是该资产的占面价值 那你就能计算了 换出什么意义 所以呢 一定要注意呢 还是先分摊 但是这个分摊呢 是先把所得给它分摊出去 把所得分摊完之后 然后呢 再与相关的资产账本价值呢 进行比较差的部分 就是我们讲的交换损益 这是我们讲的官员的第三种情形 交换损益 而涉及到金融资产的部分呢 还是需要的 特别小心一些 那比如说换出的 在计算 这个所得的时候 我们要减去呢 减去支付不一定的供应价值 要减去呢 换出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 然后在进行分配的时候 要成立的各项换出资产 扣出 这个换出金融资产部分的 供应价值的相对比例 所以呢简单来理解 就是把所得 按照供应价值的相对比例 分摊至各项换出金融资产 这个换出资产 分摊完之后呢 再计算了 交换损益 那这里边呢 需要注意的是 那这里边为什么可以使用了 供应价值的相对比例 因为换出资产 供应价值呢 是可以可靠确定的 那如果是属于呢 第四种情形 那如果呢 是属于呢 第四种情形 那第四种情形 就是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值 不能可靠几点 但是换入资产的供应价值 能够可靠几点 那么依然呢 还是以换入资产的供应价值 为基础来计算 换入资产的成本 计算呢 交换损益 所以呢 这个换入资产成本的计算 和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样的 那也就是呢 各项换入资产的供应价值 加上呢 与值相关的 随费就可以了 当然重点呢 还是关于呢 或者难点呢 是交换损益的计算 那交换损益的计算 实际上原理上 和我们刚才讲的差不多 第三种也是一样的 那就是第一步呢 我们先计算 把这个总的所得 我要给它分摊至呢 换出资产的 所以呢 关于分摊至各项的 换出资产的金额 根据呢 换入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 总额 包括换入的金融资产供应价值 总之来说呢 我们先计算所得 然后减去呢 支付股价的供应价值 加上收到股价的供应价值 然后减去呢 换出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 因为这个换出金融资产 实际上我们要单独的 来进行处理的 所以呢 减去呢 换出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 乘以呢 各项换出资产 扣除金融资产付费的 账面价值的相对比例 所以这里边呢 只能使用账面价值 而不能使用呢 供应价值的 因为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值 是不能可靠计量的 所以呢 我们在分摊所得的时候 只能按照账面价值 来分摊这个所得 不但按照呢 供应价值 这是关于呢 第四种和第三种情况 最本质的一个区别 那么分摊完之后呢 再把这个分摊至 各项换出资产的金额 减去呢 其相对应的账面价值 而超额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讲的 结果换损益 这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关于第一种提醒 就涉及到呢 多项资产的非互动资产交换 第一种情形 还有第二种情形 关于呢 换入资产成本的计算呢 是比较复杂一些 交换损益很简单 但是针对第三种情形 还有呢 第四种情形 那么简单呢 就是换入资产成本的计算 那么复杂一点呢 就是关于呢 交换损益的计算 所以呢 需要把这些内容呢 必须放到一起比较呢 就是才能进行掌握 那么涉及到呢 多项非互动资产交换呢 实际上 应用指南 也显得相关的举例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呢 第七号 准则应用指南 就是以供应价值 计量为基础的 跨离处理 涉及到呢 多项非互动资产交换 我们看一下 这个相关的案例 加工资产公司呢 是增值税一半 那经协商 加工资产公司呢 是以2020年的 1月25日 先定的资产交换合同 当日生效 那就是2020年的 1月25日呢 松奖的合同开始 当然也叫合同生效日 然后合同约定的 加工资呢 用于交换的资产呢 是包括两项内容 那一项呢 就是一间生产用的厂房 还有呢 移动 自购入时 就全部用于 基因出租的公寓楼 然后这里面的 供应价值呢 你分别告诉我 生产用厂房的 供应价值110万 基因出租的办公楼 合同开始的 供应价值呢 是390万 合计的是500万 这是关于呢 甲公司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说一下呢 乙公司 那乙公司用于交换的资产呢 也是两项 一项呢 就是 土地使用权 供应价值呢 是240万元 还有呢 经营过程中 使用的十辆货车 那么供应价值呢 是 300万元 而甲公司 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值呢 是500万 乙公司换出资产的 供应价值 1540万 所以呢 甲公司说 这个甲公司呢 就以银行存款呢 向乙公司支付这个补价呢 40万元 所以这个补价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实际上就是供应价值的差额 也就是呢 供应价值的差额 因为供应价值呢 对于甲公司来说 它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值呢 1500万 而乙公司呢 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值呢 1540万 所以呢 甲公司呢 需要向乙公司再补值一个差额多少 40万元 那么双方呢 是于2020年的2月1号呢 是完成了市场交换手续 交换当日 甲公司的厂房账面价值呢 是120万 其中账面原价呢 是150 是已经具体折旧的是30万元 这个150-30 那120 那么还有呢 作为成本模式计量投资性房地产 那这里边呢 需要注意的 这个出租的公寓楼呢 它是以 是作为呢 成本模式计量投资性房地产 来进行跨离处理的 那账面价值 360万 其中原价呢 420 已经具体折旧呢 是60万元 这是关于呢 甲公司 我再看一下呢 乙公司 那么乙公司 换出资产 然后其中呢 土地使用权面价值 210 其中成本呢 是220 离弃摊销呢 10万元 那么 使辆货车的账面价值 那就是320 账面价这个原价呢 是400万 已经具体折旧的 80 400减半 至300了 那么甲公司开具两张 增值税专业房票 因为甲公司是换出两项资产 所以呢 它是开出去的 两张增值专业房票 那分别注明 厂房的几率价格呢 是110 增值税呢 是99万元 那公寓楼 寄税价格呢 是390 增值税呢 是35.1万元 那么 关于乙公司呢 它也开具了两张 增值是这样的方向 然后分别注明 土地使用权的 寄税价格呢 是240 增值税 是1.6 10辆货车的寄税价格 那就是300万元 增值税呢 是39万元 那这里边呢 还需要计算一下呢 关于增值税的一个税差 那增值税差 对于假公司来说 增值的肖像税额呢 那就是9.9 然后加上呢 35.1 那乙公司的肖像税额 那就是呢 21.6 加上呢 39 所以呢 假公司呢 需要以银行存款 像乙公司呢 来支付这个增值税的税差 多少呢 是15.6万 那么刚才呢 是支付了一个补价40万 然后呢 假公司又支付了一个增值税差呢 是15.6万 那么在交易过程中 那么假公司呢 还用银行存款 然后他支付了 土地使用权的弃税 以及呢 过户费用呢 是5万元 那么乙公司呢 是用银行存款 那么他分别支付了厂房 公寓楼的弃税 以及呢 过户费用 3万元 还有呢 10万元 这个3万元呢 是以厂房有关 10万元呢 是以供应楼有关 那么假设 假公司和银行公司此前呢 均没有对上楼资产呢 进行减资准备 那么上楼资产交换货的用途呢 不会发生变化 那么这一点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用途呢 不会发生变化 那么比如说针对 以公司来说 能取得这个供应楼 依然是作为成本模式 竟然投资房地产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进行呢 相应的分析 这个分析呢 实际上和我们在上一讲 所学的内容差不多 就是第一步呢 我们先分析 那么这一项资产置换 它是不是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这个呢 是我们讲的第一步子 我先识别 那么这个资产交换 它是不是非货币性交换 因为刚才呢 所给的相关资料里边呢 它实际上是涉及到了 收复呢 货币性资产 但是呢 我们在上一讲 所提到过 是个收复货币性资产 和收到补价 实际上呢 是不能划等号的 所以这里边呢 货币资产 实际上它有一个特质 指的是什么 就是关于那个比价 也就是40万元 那么这个40万元 那么占整个资产交换 540万元比例只有多少呢 只有呢 就是拿40除以的540 那只有呢 7.41% 当然是小语了 还拿25 所以简单是 属于呢 非货币资产交换 这个呢 实际上它也就是一个考点了 而且呢 在主关题里面呢 可能会要求你呢 做出划内说明 那如果是客观题的话 是可以作为选择题的 一个选项的 那既然是属于 非货币资产交换 那到底是以 供应价值计量为基础 还是以账允价值计量为基础 那资料里面呢 都已经告诉了 换入资产 换出资产 供应价值是能够可靠近点 关键点就是 换入资产 换入资产 它是否就有一个商业实质 所以呢 是否存在的商业实质 那么它也是存在着 识别和判断的问题 这一部分内容呢 它也是呢 一个考点 依然还是考点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的相关的分析 那么用于交换的厂房 那么它是通过呢 在厂房使用说明类 与其他资产的协同生产 生产产品 并对外销售 而实现了限行流量 这是关于厂房 那么公寓楼呢 是通过经营出租 并定期的收取租金 而产生稳定均衡的限行流量 针对呢 土地使用权 是通过呢 在其 就是在这个土地使用上 在这个土地上的建造的房屋后 然后与房屋 共同产生的限行流量 关于货持等是通过使用 或者提供服务 而产生独立的限行流量 所以呢 对于各项资产 那么对于未来限行流量 在风险 时间 金额方面呢 是有一个显著不同 所以简论是 该项的非货币资产交换呢 是具有的商业实质 这是关于商业实质的一个判断收明 然后资料里面呢 都已经告诉了说 各项换入资产 换出资产 供业价值 能够怎么样 可靠计量 所以结论就是 所以结论就是 应当是以 公允价值计量为基础 来进行 相当跨离处理 那么假设呢 均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 那就既然是以 公允价值为基础 既然是以 公允价值计量为基础 来进行跨离处理 那到底是以 换入资产供业价值 还是换出资产供业价值 为基础 来进行跨离处理呢 然后资料里面呢 又进一步提示 假设呢 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 换入资产供业价值 国家可靠 所以我们优先考虑的 应该是以 换出资产供业价值为基础 来计算呢 各项换入资产准备 以及呢 加法损益 所以呢 都是以换出资产的 供业价值为基础 来进行了 跨离处理 好 下面呢 我们先说一下 关于假公司的跨离处理 那首先呢 是要确定各项换入资产的 初始计量金额 那么针对呢 假公司来说 他换出的资产呢 是两项 那么他换入的资产呢 也是两项 一项呢 就是土地使用区 一辆呢 一项呢 就是我们讲的货车 那么换入的这两项资产 供业价值 以及场线 240万 货车的供业价值呢 300万 合计呢 540万 这是人场线 那么针对呢 假公司 那么他换出资产的供业价值 加上补价 那换出资产供业价值 110加上390 也就是我们讲的 110加上390 计算结果是500万 然后呢 他又支付给奖公司多少 40万的补价吗 所以整个的换出资产供业价值 加上补价 一共是540 那么这个540 因为我们是以换出资产的供业价值 为基础来计算的换入资产的成本 所以我就需要呢 把这540在两者之间怎么样了 要进行分摊呀 要进行分摊的 那分摊的金额呢 那再也就是240 300 那比如说我们分摊给土地使用权的 那首先就是240除以多少 240加上多少 加上300 然后再乘以540 那肯定也是240 那一样的嘛 那300除以240 都是按照供业价值的一个相对比例嘛 所以呢 分摊给 估计资产货车的 那分摊金额也是多少 要300 所以计算的很简单 那相关税费 那么针对甲公司 为他还支付了银行存款5万元 当然这5万元是以取得 这土地使用权的相关的税费 以及过户费 一共是5万元 所以针对取得的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那么他的出入让及格呢 那自然就是两者相加嘛 那就是245万 那么所取得的固定资产货持 那么他的出入尽量及格呢 那就是300万 那虽然这个表格的计算呢 实际上来都不大 然后我们再确定呢 各项换出资产终止缺点值的相关损益 就是要求我们来计算第二个指标 交换损益 那交换损益呢 就我们这些来说 自然是根据了换出资产供应价值 减缺了换出资产账的价值 对于假公司来说 他换出的资产一个是两项 一个是厂房 一个呢是公寓楼 那么针对固定资产厂房 换出时的供应价值呢 是110万 专门价值呢 是120 亏了 所以呢 是负实 实际上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损失了 反而损失 那么关于出租的供应楼 是作为成本模式 竟然投进房地产 那供应价值呢 是390 账面价值呢 是360 那中间呢 就有一个差额 差额30 这个呢 是一个就实现了 实现利润了 30 这是关于呢 确定各项换出资产 终止券的相关损益 蓝点呢 不是交换损益的计算 蓝点是刚才的 我们所讲的 初始计量的问题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结合一下了 刚才的所讲的资料 结合了相关的计算表格 那么针对甲公司和乙公司呢 进行资产置换 那么针对甲公司所置换的资产呢 是包括这么两项 一个呢 是厂房 一个呢 是公寓楼 对乙公司呢 进行资产置换 那么它置换的也是两项 一下呢 是土地使用权 一下呢 是固定资产 货车 那么作为甲公司来说呢 支付银行损款 一共是支付了 三笔银行损款 那其中呢 是补价的40万 增值是税差呢 是15.6万 也是条件 还有呢 弃税及过户费 就是以取得土地 收钱相关的 5万元 那么作为以公司来说 换出资产供应价值 换出资产账面价值 都是以时条件 然后呢 是支付银行存款 一共是两笔 全部的都是以取得 固定资产的 相关的弃税呢 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以厂房 相关的弃税呢 是3万元 然后以这个公寓楼 相关的弃税呢 是10万元 那么这些呢 都是作为呢 以时条件 那么作为一家公司来说 在进行跨离处理的时候呢 自然是按照第七号准则 非混资产交换 准则的规定呢 还进行跨离处理 那么它一共呢 是取得换入资产两项 其中一项呢 是土地使用权 那土地使用权 刚才呢 我们已经算过了 把这个换出资产的 供应价值 按照这个换出资产的 供应价值的 一个相对比例 分成的金额呢 是240万 再加上相关汽税的 那就是5万元 所以呢 245 那货车呢 那刚才也算过了 是300万 那么交换损 那交换损就是 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值 减换换出资产的价值 所以整个的计算结果呢 应该就是了 20 那么针对的 以公司来说 那么针对的换入的资产呢 也是两项 一项是厂房 一项是供应楼 那么针对的换入的厂房 那么所取得的 就是它的初始章金额 实际上也是按照 供应价值相对比例呢 买进计算 刚才呢 都有计算过 所以呢 这个就是110 加上了3万元 3万元呢 实际上是取得 厂房相关的汽税 那供应楼呢 那就是390 相关的汽税呢 是10万元 那计算结果呢 那就是400万 然后确认呢 相关的交换 确认的交换损益 那要根据呢 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 因为图地使用全部 供应价值减去账面价值 或者供应价值减去账面价值 然后呢 把这两个随意相加 实际上就这么讲了 确认的交换损益 实际上这样看起来是比较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直观一些 那相关指标计算完之后 比如说换入资产成本的计算呀 交换损益呢 全部都计算完毕 下面呢 我看一下呢具体账面处理 那首先对于甲公司来说 终止确认呢 换出的厂房 也就是说把这个厂房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呢 先给它转到的固定资产清理 账面价值呢 是120万 然后确认呢 换入土地使用权和货车 同时确认呢 换出资产相关损益 关于所取得的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取得的固定资产货车 那么它的初始计量金额 刚才呢已经算过了 当然这里边呢 还是要注意的是 但有同学说 这个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不是245万吗 怎么还差 这是240万呢 因为还有一笔快捷分路的 就是关于所支付的弃税呢 我们是借不到无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 这般的两笔 如果合为一笔的话 双就就无形资产 245万 那么关于呢 固定资产货车呢 就300万元 这是关于刚才 我们所计算的 处置损益 那么针对处置损益10万元 也就是刚才呢 我们所计算的厂房 因为厂房上的供应价值呢 是110 上面价值呢 是120 所以处置的时候呢 是发生损失了10万元 而这个损失呢 是要借记的 资产处置损益的 所以要知道这个10万元 是与厂房呢 是有关系的 关于这个 把这个已经出租的 供应楼给它卖掉了 这个呢 实际上就要分别呢 确认为其他业务收入 也就是呢 390 那么还有呢 其他业务成备呢 360 那就是刚才呢 我们所计算的 这个我们所计算的损益呢 也就是呢 这个30万元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说一下 关于已公司的款式处理 那么针对已公司 那么换入资产呢 是两项 一项呢 是厂房 一项呢 是投资法利产 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供应楼 那么对于换入的固定资产厂房 换入的同性房地产 那供应价值呢 是一只条件 有110 390 合计呢 是500 然后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值 总额 减少补价了 那么针对呢 以公司来说 那实际上他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值 那供应价值呢 一共呢 是540万 但是他还收到一个补价多少呢 他收到一个补价40万 所以呢 那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540 减去40 那计算结构呢 1500万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500万呢 在这两者之间呢 按照供应价值的相对比例呢 来进行分摊 那就110 除以呢 500 然后再乘以呢 500 然后390 比上500 乘以呢 那你知道这种计算原理呢 实际上这个不存在 就直接填就可以了 所以呢 分摊给固定资产厂房的 那资产就是多少110 分摊给投资性房地产的资产就是390 合计呢 就是500 然后呢 还支付了一些相关的契税 那就是允许的该资产的 直接限公税费 这个呢 是要进入到的 该资产取的成本 所以呢 110加上3 110 390加上10 那就是400 然后呢 再计算第二个指教 就是交换损益的计算 那交换损益呢 一项来说的比较简单 那么作为 作为以公司来说 这个呢 应该是我们所讲的 作为以公司来说 这个应该叫换出资产 就是呢 换出资产的 供应价值和账面价值 之间的差弱 那以公司换出的是两个资产 一个呢 就是我们讲土地使用权 一个是货车 那这个土地使用权 供应价值呢 是240 账面价值呢 是210 所以差额30 这个是收益 那么针对的固定资产货车 专门价值呢 是320 供应价值是300 那差额 负20 那负20就损失了 那相关指标 计算完之后 就是各项换入资产的成本 确定了 然后交换损呢 也计算确定了 我们看一下 关于公司的 具体的快据费路 那就终止确认呢 换出的10辆货车 然后把这个固定资产货价值呢 转到的固定资产清理 然后是取得两项资产 一项呢 就是固定资产货 一项呢 就是公寓楼 然后成本模式 进来投资进房地产 换入资产的成本呢 刚才已经算过了 110 还有呢 390 然后借记呢 银行存款是55.6万元 当然这个55.6等 实际上是包括两项内容 一项呢 就是我们讲的公寓价值的补价 收货价公司呢 是40万元 还有一项呢 就是我们讲的增值税的一个税差 那就是15.6万元 所以呢 一项收到益康存款是55.6万元 这是刚才我们所讲的 关于这个资产的处置损益 因为针对了无形资产 处置损益多少呢 30 固定资产处置损益呢 20 那合计呢 合计是 所以呢 全部给它寄到哪里面去了 资产处置损益时 所以呢 就刚才我们讲这一题来说 那么它的出题点呢 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 你这个换入资产的成本 就是我们讲第一个考虑 就是换入资产成本的计算 第二呢 就是我们讲的关于呢 交换损益的计算 交换损益的计算 这是呢 两个关键指缘的计算 那么确认呢 与这个换入的厂房和关于楼呢 相关的资产成本 那就是 涉及到呢 关于气税的问题 这个也是要记得到的 也是资本化的 所以我们在计算这个各项呢 换入资产成本的时候 还要再加上相关的税费 所以呢 110 还要加上3万 那113万 那么同一房地产呢 那就390 加上了10万元的气税 所以呢 这个同一房地产 它的取得成本 这个应该是呢 400万 厂房 其他成本呢 是113万 往前面呢 都有一个计算过程 可以参考一下呢 前面的计算过程 那么下面呢 我们把这题呢 就稍微的再 问题呢 再给它拓展一下 当然这个拓展呢 依然还是来于呢 底下本则用指南 说沿用上帝 假设呢 其他条件不变 然后河东约定了 说假公司 用于交换的资产 还包括了一项的金融资产 就一项呢 对P公司的股票投资 然后假公司呢 把这个投资 是作为交信金融资产 来进行核算的 那么该项股 该项股票投资呢 在2001月25日的 供应价值呢 是30万元 专门价值呢 是25万元 由于这个股票呢 有较好的前景 就是说股价呢 可能未来还会上升 那么按照合同的约定 那么假公司呢 像以公司的支付股价呢 是8万元 那为什么不支付10万元呢 因为整个供应价值 的差额是多少呢 是40万元 那40万减近30万 应该说假公司呢 应该再支付10万块钱 给你公司的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股票呢 它的发展前景呢 比较看好 所以呢 实际上相当于 以公司呢 它做出了一个让步 你假公司啊 只要再支付8万元的补价 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支付10万给我 所以相当于呢 以公司呢 做了一个 就是做了一个让步 我们来进行呢 相应的分析 那么 引用呢 相应的分析 那么假公司和乙公司呢 就以换出资产供应价值 为基础 而计算呢 换入资产成本 来计算呢 这块是什么意义 都是以换出资产供应价值 的为基础 那么假公司和乙公司 又一交换呢 非互资产 它是包括了一个什么 交信机会资产 像交信机会资产 那么它的确认和计量 实际上是适用了 第22号准则的规定 不是用我们今天所讲的 第7号准则 非互资产交换准则的规定 那这一点呢 需要小心一些 那么下面呢 我们先说一下 关于那假公司的 相关快利处理 那就是关于那假公司 那么它换入的资产 那换入资产还是两项 一下是苦力使用权 一下是货车 那这里面呢 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还是先计算一下呢 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值 那么这个换出资产的 供应价值总额 那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值总额 那实际上还是110万 90万但是你还得 加上一个什么 8万元的补价呢 所以呢 计算的结果 这个加上30万 加上了30万 因为还有一项的 交信金融资产 还要支付呢 相关的补价 一共呢 是538万 那么这个538万呢 那么就需要呢 在两者之间呢 要进行分摊的 那分摊的时候呢 肯定是按照 公允价值的相对比例呢 会进行分摊 因为换入资产的 贵价值 它是能够可靠计量 一个是200次 一个是300 那如果说换入资产的 供应价值 它不能可靠计量 那我们自然是按照 换入资产的 账免价值的相对比例呢 来进行分摊 但就我们这一期来说呢 是按照 公允价值的相对比例 那你比如说 我们再计算 分摊至 无形资产图利 使用权的金额 那就直接呢 根据呢 公允价值的相对比例 然后呢 乘以呢 538万 那这个300 除以呢540 乘以呢 538万 那就分摊至了 货车的金额 所以呢 它是按照了 一个公允价值的相对比例 来进行分摊的 而且呢 这个土地使用权 取得完之后呢 它还交大了 5万元的 5万元的这个 汽税呢 所以呢 相加了 那么计算结果呢 那就是244.11 那么关于货车飞天的金额呢 是298.89 这是关于呢 换入资产的成本的计算 然后再说一下 关于交换损益的计算 那交换损益的计算 那就是关于呢 换入资产 那换入资产 一共是包括三项内容 第一项呢 就是交易级资产 就是对P公司的股价投资 公允价值30 账卖价值25 所以呢 损益5万 那么固定资产厂房 就是换出的资产 账卖价值120 供应价值呢 110 房子损失10万元 那投资应房地产 供应价值390 账卖价值呢 360 差个30 这个呢 是实现了收益的 这是关于确定 各项换出资产 终止确认的相关损益 直接根据呢 换出资产供应价值 换出这种账卖价值 这些差个 计算效果来说 比较简单 那么这个备注的部份呢 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下面呢 我们再说 这个关于甲公司招工处理呢 可以在客项的自己 练写一下 下面我们再说一下呢 关于呢 以公司的考虑处理 那以公司呢 它也是分布所来 进行确定的 首先第一步呢 我们先计算呢 关于公司换入资产的 成本的确定金融 那么以公司换入资产里面 它包括了一项什么 交信纠资产的 而这个交信纠资产 它的初始计量金额 不是按照第七号准则的规定 它是按照第22号准则 这样规定的 还行计算的 所以呢 以公司在确定 换入的 其他多项资产的 初始计量时 先把呢 这个交信金融资产的 供应价值 先从这个 换出的 资产供应价值总额中的 我先给它扣除掉 就是 先把这个换出资产的 供应价值总额 换出资产供应价值总额 它是一大补价的 加上支付的物价 或者是减轻了 收到的物价 先计算换出 资产的 供应价值总额 计算完之后呢 再把这个交信金融资产的 供应价值呢 给它扣掉 那剩下的部份呢 在 其他资产之间呢 再进行分探 那下面呢 我们结合一下 这个相关资料 说一下这个计算过程 那首先是 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值 所以呢 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值总额 一共是多少 一共是540万 因为一共是呢 一共是换出两项资产了 一项呢 就是土地使用权 一项呢 就是货车 所以呢 换出资产的供应价 总额呢 是540万 有没有收到补价呢 有 然后再减去呢 收到了补价的8万亿 那计算结果呢 是532万 然后呢 在换入的资产里面 其中有一项呢 是交信金融资产 我们还要 把这个换入的金融资产 这一部分呢 给它扣除掉 所以呢 532减去的30万 那计算结果呢 是502万 那么这个502万呢 我们就需要的 在换入的 其他资产之间呢 我们要进行分摊了 那分摊的时候呢 自然是按照 这个 供应价值的相对比例呢 来进行分摊 那你比如说呢 分摊给 固定资产厂房的 那就是呢 110 然后除以呢 供应价值的相对比例嘛 来除以500 乘以了502 那计算结果呢 就是110.44 那么关于 同费房地产 那个别计算了 是吧 同费房地产 直接拿 这个502减去多少呢 110.44 502减 110.44 那计算结果就是 391.56 那么取得厂房 还支付了相关的 期税多少呢 3万元 所以呢 110.4再加上期税多少 3万元 那就113.44 当然这个工艺楼呢 还交到10万元的期税呢 再加10万元 有401.56 所以呢 如果说换入的资产里面 有金融资产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呢 帮这个换出资产 供应价值总额 先扣掉 这个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 扣掉部分之后 然后在其他资产之间的 在其他换入的资产之间 按照换入资产的 供应价值的相对比例呢 来去分担 这是关于呢 假公司与公司 就是把这个相关的资料呢 我们做了拓展之后 做了一个相关的拓展之后呢 关于这个 两个指标的计算 就是我们讲的 关于呢 换入资产成本的计算 还有呢 交换的损益的计算 那么这些呢 实际上都是刚才我们讲的 条件里边的 已知条件 这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 针对呢假公司来说 他依然还是按照了 第七号整资的规定呢 还进行跨离处理 然后来计算呢 这个换入资产的成本 那换入资产的成本 我们是根据呢 换出资产的 供应价值总额 那换出的供应价 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值 110万 390万 还支付了 还有一项呢 就是我们讲的 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是我们讲的 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值 然后呢 还支付了一个补价 多少呢 8万元 这就是我们讲的 换出资产供应价值总额 加上呢 支付的补价的供应价值 然后呢 再换入的两项资产之间呢 按照供应价值的相对比例的 来进行分摊 那你换入的这两项资产 一项呢 就是土地使用权 那一项呢 就是我们讲的货车 所以我们就需要 把这四个金额相加 然后呢 分摊给谁呀 假公司换入的土地 假公司换入的货车 这是我们讲的 关于呢 换入资产的成本的计算 那交换所应的计算箱来说呢 就比较简单一些 都是分别 供应价值与账面价值 相加就是 没什么难的 那么 那针对的以公司来说呢 自然也是按照了 第七号准备的规定的话 进行跨离处理 那么针对以公司 那么他所换入的资产里面 其中有一项呢 是交信旧资产的 所以第一步呢 他也是先计算了 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值总额 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值呢 一共是两项 240万加上的300万 就是240万加上300万 然后呢 还要再减去 减去收到的补价 8万元 然后减去呢 收到的交信旧资产 就按照刚才我们讲的 那个方法来进行计算 那扣除完之后呢 在换入的两项资产之间 按照供应价值的相对比例呢 来进行分开 那就是厂房的供应价值 是多少呢 110 那么供应楼的供应价值呢 是390 但是呢 为了取得这个厂房呢 还支付了320年的契税 这个也要作为厂房取得成的 那供应楼呢 也这样来进行计算 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值 扣掉的 扣掉所收到的补价 扣掉的所换入的 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 那查额的募费呢 要进行相应的 按照供应价值相当比例呢 来进行分开 但是还要加上一个什么 加上一个 允许的这个供应楼呢 所支付的相关税费 那交易性金融资产肯定是按照供应价值呢 来进行计量 这个相反来说比较简单 那交换损呢 那实际上就是供应价值 与占面价值 之间的差额就是 是我们讲的交换损益 所以考试的时候呢 特别是关于呢 以供应价值计量为基础的 快率处理 那么它是很容易呢 出计算题的 那么这个计算题呢 首先就是刚才呢 我们所讲述的 就是换入资产成本的计算 还有呢 交换损益的计算 像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子 正好就是A B C D 四个选项 当然这题的计算软度呢 就稍微大一些 那么刚才呢 我们所讲的是 以供应价值为基础 计量的快率处理 涉及到呢 关于多项资产的 非货资来交换 这个难度呢 是比较大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说一下呢 以账面价值为基础 计量的快率处理 以账面价值上来说呢 就比较简单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以账面价值为基础 计量的快率处理 它是不涉及到的 交换所应的确认 那么下面呢 我们先说一下的 快率处理 那快率处理呢 那考虑呢 实际上就只有一项 哪一项呢 就是我们讲的 换入资产成本的计算 不会涉及到的 交换所应的计算 因为是以账面价值为基础 来进行计量的 所以呢 不是涉及到的交换所应 交换所应是零嘛 所以呢 针对的换入资产成本的时候 那这里边呢 分两种情况 第一个呢 是补现到补加的 那如果不是补加的情况下 是根据呢 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 加上呢 应支付的 以换入资产的相关的税费 那如果是涉及到补加的情况下 那是根据呢 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 加上的支付补加的账面价值 一定要追要 不要加上支付补加的 供应价值 然后加上的 应支付的 以换入资产的相关的税费 那如果是收到补加的话 是根据呢 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 我们是要减去 收到补加的账面价值 然后加上了 应支付的 以换入资产的相关的税费 所以这里面呢 一定要注意呢 相关的表述 这个呢 是加上支付补加的账面价值 而针对呢 收到补加方 在机上 换入资产成本的时候 是要减去 收到补加的 供应价值 考试的时候呢 一定要追到 它的一些相关表述 好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呢 相关的案例 扁公司呢 是有一台专有设备 那我们账面原价呢 是450万元 以及地理者就呢 是330 这就是关于呢 这个扁公司 我们再看一下呢 丁公司 说丁公司呢 是有一项长期股价投资 然后账面价值呢 是90万元 两项资产呢 均没有计题呢 简直准备 扁公司决定 然后呢 用这个专有设备 来交换呢 丁公司的长期股价投资 该专有设备呢 是生态模终产品的 必须的设备 由于征用设备呢 是当时专门制造 性质比较特殊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纪量 那么丁公司 有了长期股价投资 那公允价值 也不能可靠纪量 那如果说换入资产 和换出资产的 公允价值 均不能可靠纪量 那也就是说 是不得以公允价值 纪量为基础 来进行快递处理的 那只能以 专门价值为基础 来进行快递处理 然后呢 经过双方的商定 丁公司呢 是支付了20万元的补价 来进行相应的分析 首先这一项资产交换 是不是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先识别 它是不是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也是存在了识别的问题 这是第一步啊 因为呢 该项的资产交换 它涉及到少量的时候 那涉及到货币性资产了 所以涉及到一个补价 多少20万元 那么对丁公司来说 收到补价20万元 然后储益呢 换出资产账免价值120万 那么计算的结果呢 是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 所以这个结论是 该项交换呢 是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那实际上对丁公司呢 他也知道 这个判断结果也是一样 那由于两项资产的供应价值呢 不能可靠伎量 所以 丁公司丁公司 换入资产成本 就应当的按照 换出资产账免价值为基础 来进确立 不但供应价值 只能按照资产账免价值 我们看一下呢 关于呢 丁公司相关的账免处理 那第一步呢 先把固定资产账免价值呢 转到这个里面去 当然根据呢 所给的相关资料 因为丁公司呢 他是支付了20万元的补价 然后呢 给丁公司 所以呢 这个固定资产清理 减确的收到了 银行存款 插额的部份呢 是要进入到 上级委员投资的 那我针对了丁公司 丁公司呢 又代替呢 长期股价投资90 因为是支付补价多少呢 是20 所以两者相加110万 那就是全部记录到了 固定资产 这种设备就可以 所以账免价值呢 它的宽利处理呢 相来说 是比较简单一些 因为它也不涉及到 交换行业计算 而仅仅是涉及到的 换入资产成本的计算 那我从上列呢 我们可以看出 尽管丁公司呢 是支付了20万元的补价 但是由于呢 整个非货币资产交换呢 它是以账免价值为基础的 还先计量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呢 关于支付补价方 和收到补价方 是均不确认损益的 所以呢 以账免价值为基础计量的 快据处理呢 相来说是比较简单一些 那么对于丁公司来说 那么换入的资产 就是对于丁公司来说 换入资产一共是两项嘛 一项呢 就是长期股权投资 还有一项呢 就是银行存款 那么换出资产呢 那就是占用设备 所以呢 这个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就是换出设备的账免价值 然后减进呢 货币性资产补价的差距 对于丁公司来说呢 换出的资产是 长期股权投资和银行存款 所以呢 这个换入的专有设备 那么它的账免价值 实际上就是两者相加嘛 那就是我们讲的 换出资产的账免价值之和 90加上的20 所以总之来说呢 对于以账免价值 既然为基础的快据处理 是不是一道交换损益的计算 那么对于刚才 那我们所讲解的是 涉及到的关于 单向呢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就是以账免价值 伎量为基础的快据处理 那么针对涉及 多项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那么在进行 快据处理的时候呢 依然不会涉及到 交换损益的计算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 还是以账免价值 伎量为基础的快据处理 所以呢 对于各项的 换出资产终止确认时呢 我们是均不确认呢 相关损益的 所以呢 考点呢 依然还是关于换入资产成本的确定 那么关于换入资产成本的确定 那么第一步 我们是要求呢 先计算了 换入资产的总成本 这里边呢 我们先看一下呢 该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呢 是 具有商业实质 但是呢 换入资产 换出资产的供应价值 均不能可靠计量 第二种情况是 不具有商业实质 换出资产供应价值 能够可靠计量 但是呢 换入资产供应价值 不能可靠计量 第三种情况呢 是不具有商业实质 而且呢 换入资产供应价值 均不能可靠计量 那也就是说呢 在这三种情形之下 我们来计算呢 换入资产成本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第一步呢 我们是先计算 换入资产的总成本 那换入资产总成本 我们依然是根据呢 换出资产的 账面价值总额 然后我们要加上呢 支付补价的账面价值 那如果是收到补价的情况下 我们是要减弃的 收到补价的供应价值 这是先计算的 换入资产总成本 那么换入资产总成本 计算完之后呢 我们希望把这个总成本 要分摊给换入的各项资产 那如何来进行分摊呢 这里边呢 需要注意的 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三种情形 换入资产的供应价值 是都不能可靠这两者 所以我们在进行分摊的时候呢 我们自然是按照呢 账面价值的比例呢 来进行分摊的 那你就不能按照呢 换入资产的供应价值相对比例 来分摊呢 这个换入资产的总成本 那么针对呢 该两种情形 那就第一种情况就是 换出资产过应价值 不能可靠计量 但换入资产的过应价值 能够可靠计量 第二种情形呢 是换入资产 和换出资产的过应价值 均能可靠计量 只不过它是不具有的商业实质 所以呢 还是以账面价值 计量为基础 来进行快力处理 所以呢 第一步呢 我们依然还是呢 先计算了换入资产的总成本 根据呢 换出资产占面价值总部 然后呢 如果是支付补价的话 那么就加上了支付补价占面价值 那如果是收到补价情况下 就减弃了 收到补价的供应价值 因为呢 这两种情形 换入资产的供应价值呢 是能够可靠计量的 所以我们在分摊的时候呢 我们是根据了 换入资产的供应价值的相对比例呢 来分摊了 这个换入资产的总成本 然后这样计算了 某项的换入资产的成本 为什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我们可以按照供应价值的相对比例 那是因为换入资产的供应价值 是能够的可靠计量的 像刚才我们讲这三种情形呢 供应价值不能可靠计量 所以我们只能按照 账面价值的相对比例 来分摊了换入资产总成本 所以考试的时候呢 他可能不考你计算 但他考你表述 这是没有问题的 好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呢 关于第20章的第四个例题 2059年的五月假公司 因为经营战略发生较大准备 产品结构呢 发生较大调整 那原来生产产品的专用设备 生产产品的专利技术 已经不再符合生产新产品的需要 然后予以公司呢 进行协商 降级专用设备 联同专利技术 予以公司正在建造过程中的 移动建筑物 以及呢 对丙公司的长期股价投资呢 进行相应的交换 那么针对的假公司 那么他换出 这个设备的账面价值呢 原价是1200万 已经经历折旧的是750万 那专利技术 原价的是450 已经探销金额的是270万 那么针对的予公司 在建工程 解制到这个交换热的成本呢 是525万 对丙公司的长期股价投资的 账面余额呢 是150万元 那么由于假公司 持有的专有设备和专利技术 实际上已经不多见了 所以呢 这个专有设备啊 专利技术啊 那么它的供应价值呢 是不能可靠计量的 那关于已公司的 在建工程 因为这个完工程度 难以合理确定 其供应价值呢 不能可靠计量 由于已公司呢 对比公司的长期股价投资的 供应价值也不能可靠计量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针对呢 假公司以公司 换入资产 换出资产供应价值 均一步能可靠计量 所以呢 对于这样的非货民资产交换呢 我们当然是按照的 以账面价值进来为基础 来进行款式处理 那么我们这一题呢 它是不涉及到的 收复呢 非货民资产的 所以呢 第一步先识别 它到底是不是 依向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是 因为我们这题没有涉及到的 货民资产 那么根据呢 所有的相关资料 因为供应价值呢 是不能可靠计量 就是换入资产 换出资产供应价值 是均不能可靠计量 所以呢 在快递处理上 应当是以账面价值计量 为基础来进行的快递处理 所以假公司以公司呢 均应当按照的 换出资产账面价值 总额来作为了 换入资产的成本 但是呢 因为换出资产 换入资产的供应价值 均不能可靠计量 所以呢 我们在计算换入资产成本的时候 只能按照账面价值的相对比例 然后来分摊呢 这个换入资产的总成本 那所以你不能按照呢 供应价值的一个相对比例 我们是按照的 账面价值的相对比例 来分摊的换入资产总成本 那么针对呢 假公司来说 那么他换出的资产呢 一共是两项 一项呢 就有关于专用设备 账面价值呢 是450 原价呢 1200减去 已经具体的折旧了 750万 那么第二项换入资产 就是专利技术 原值呢 是450 银摊价270 所以账面价值180 那么针对于公司 换出的资产呢 也是两项 一个是资产工程 账面价值能85万 还一项呢 就是成绩股价投资 账面价值呢 是150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关于甲公司 那么他计算了 换入资产 账面价值总和 换入资产 账面价值总和 实际上 根据呢 刚才呢 我们所给的相关资料 那就数百25万 加上多少呢 加上150 那么关于换出资产 账面价值总和 那就是630 那就是450 加上了180 然后确定了 换入资产的总成本 第一步呢 我们是先计算什么 换入资产 总成本 实际上是按照 换出资产 账面价值 那换出资产 账面价值630 630 然后按照630呢 在换入资产 之间的 来进行分摊的 像刚才呢 我们所讲的 这个图示 那个这个计算 结果实际上 就是630 那630需要 在再建工程 和长期股价投资 之间的 按照账面价值 相对比例的 来进行分摊 那么再建工程 在这个呢 换入资产 账面价值总和的比例 那计算结果呢 是77.8% 然后实际上 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525除以呢 这个675 675 那又77.8 长期股价投资呢 在 这个换入资产 账面价值总和的比例呢 有22.2% 然后再确定呢 各项呢 换入资产的成本 然后也就说呢 根据呢 这个账面价值相对比例 我们再乘以呢 换出资产的 账面价值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呢 相关区账面价值的编制 不会呢 涉及到损益的 没有涉及到的 交换损益 然后这内衣公司呢 也是这样来做的 先计算呢 换入资产 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总和 就是换入资产的 账面价值总和 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总和 然后以换出资产 账面价值总和 作为呢 换入资产的总成本 然后呢 再把这个换入资产总成本 在换入资产 直接按照账面价值的比例呢 还行分摊呢 就可以了 这就是关于呢 分摊后 计算的 各项的换入资产成本 然后再编制的 相关的跨界分路 当然也不会涉及到的 交换损益的计算问题 所以像刚才呢 我们所讲的这个例子 比如说以假公司为例 就是他换入资产的 价值一共呢 就是我们讲630 然后这个630呢 实际上就分摊给谁呢 分摊给再建工程 分摊给呢 所取得的长头 所取得的长头 实际上就按照账面价值的 相对比例呢 就分摊就可以了 这个比例就是525 比上了675 这个呢就是150 比上多少呢 675 然后乘以多少 乘以630 这个乘以630 如果用这种图书呢 可能看起来更有直观一些 所以针对刚才呢 我们举的这个例子 你可以在课下呢 试着做一下 比如涉及到呢 多项资产的非货币资产交换 如果是以账面价值 竟然为基础的换益处理 向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主要是涉及到呢 关于换入资产成本的计算 那么这期讲完之后呢 实际上关于第二章 非货币资产交换呢 实际上我们今天讲解的 就全部结束了 那么按照一共的惯例呢 下面对本章呢 注意上期 那么针对非货币资产交换呢 主要讲解的是 结块准则第七号准则 那首先呢 涉及到的就是关于呢 非货币资产交换呢 谈到一个谈到问题 这个呢算是一个谈考点 当然在做题的时候 还是要看清楚 他问你的是什么 到底是 问你的是非货币资产交换 还是适用的 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 然后这一点呢 我们前面讲过 非货币资产交换 也就是说 并不是所有的 非货币资产交换 都适用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 尤其呢 他还是用的 比如说收入政策 这个我们前面都讲过 那么快据处理呢 包括了 供允价值 计量为基础的快据处理 还有呢 专门价值计量为基础的快据处理 那么针对呢 供允价值计量的快据处理 那么如果是涉及到呢 比如说主问题 那首先第一步呢 可能会涉及到呢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识别 第二呢 就是商业史之导判断 那么一定要注意呢 关于 供允价值计量 还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计量基础 这个数值层次 意思我到底是按照 换入资产的供允价值为基础 来计算换入资产成本和交换生意 还是以换出资产的供允价值为基础 来计算换入资产成本和交换生意 这个要注意呢 这个数值层次 所以呢 刚才呢 我们也是举了一个 应用指南上一个例子 因为它是可以结合的 我们教材的第二十九章呢 来进出题的 那主要的指标的计算呢 上就两个 一个呢是换入资产成本的计算 一个呢是交换生意的计算 那如果是以账门价值计量为基础的 快速处理 那么这里面呢 要注意呢 它的实用条件 那么主要是涉及到了 换入资产成本的计算 那么它不会涉及到呢 交换损益的计算 所以向来说比较简单一些 当然难点呢 就是我们讲的 供允价值计量的 以供允价值计量为基础的 涉及到了多项资产的 非货币资产交换的快速处理 当然我们前面呢 也是有相关的举例 这是关于呢 本章近几年的 这么一个考询回顾 我们可以看到 针对了非货币资产交换的认定 那几乎是每年呢 被考一个知识点 那还有涉及到呢 关于非货币资产交换 准则它的一个实用范围 那所以呢 在做题的时候 要看就它问你的事实 那涉及到呢 关于快速处理呢 好像不是特别多 快速处理的不是特别多 因为很多的业务呢 实际上都在各章节里面呢 也都有体现 比如我们在学习 长期股前投资的时候 特别是关于呢 权益法这样的 长期股前投资 实际上也有很多内容 涉及到的 我们所讲的 非货币资产交换 这是关于呢 本章的与教材的 其他章节的 这么一个结合 那就是说 我们在复习 冲刺期待的时候 那么针对呢 非货币资产交换 我们首先要掌握 货币资产的 包括哪些内容 这一部分呢 实际上在一万年多 已经单独考户 还有呢 关于呢 非货币资产交换的认定 还有呢 关于非货币资产交换 准则 适用的问题 那么这些内容呢 可能会涉及到呢 我们其他的一些呢 相关章节 那比如说呢 关于第六章 长期股前投资 那如果通过的 非货币资产交换 我们已经取得了 对方的一个控制权 那实际上就按照 合并准则的规定 那再比喻说 这个非货币资产交换 如果是适用了 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么这个交易性资产 确认和既然是按照 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已经快去处理 那么还有涉及到呢 关于我们所讲的 比如说一层货 来换取客户的 非货币资产 我们是适用了 所有准则的规定 而不是用了 适用准则的规定 那么有些内容呢 还会涉及到呢 可别的问题 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那么关于确认和计量 然后注意呢 与29章的这么一个结合 就是以公允价值计量 为基础的快力处理 换入资产 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 那到底谁更可靠 这个取决于呢 公允价值确定是在 数值从次 这一部分内容呢 很重要 前面呢 我们也举了一个相应的例子 可以参考一下 那快力处理呢 就包括两种 就是多次提到的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快力处理 还有呢 以账为价值为基础计量的快力处理 那么它会涉及到呢 非常多的商机 你比如说呢 关于第二张的存货呀 第三张的固定资产 第四张的无形资产 那么还要涉及到呢 这个投进房地产 还有涉及到的 第六张的 长期股权投资 要长期股权投资 所以呢 关于呢 非户资产交换 它是完全可以结合 我们前面所讲的资产账结的部分 来进行出题 有些部分呢 可以结合 互引价值计量 有些内容可以结合 可以结合收入准则 所以呢 关于非户资产交换呢 它实际上是可以结合 其他准则 来出了一些相关的客观题 当然近几年呢 关于主观题的考核的也不特别多 偶尔免费呢 是考核客观题 当然就我们这几年的考试情况来说 关于 非货币资产交换 它是属于呢 一般这种章节 但是仅仅说 以前年度是一般这种章节 但是通过刚才我们的讲解 我们可以发现呢 关于非货币资产交换呢 它实际上是可以的 单独出 计算分析题的 所以呢 我们在基础班测呢 还是要求支点的 要掌握的非常牢固 那么针对的第二章 非货币资产交换呢 我们今天讲解呢 就先我们结束了 谢谢各位收看